每個月有些債務人就打來問 那我也覺得這樣子事情有點太難 那乾脆我就今天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那這個PONG的債務就一切有來協商的 全部都已經規定了 就沒有在外面所說的欠什麼債 如果外面有再講的 那個都是一開始就不來跟我們協調 那有協調的部分 我們就全部今天一次處理 今天是因為我們林董召集了債權人來 做一個要怎麼樣的處理 希望大家不要再擔心的事情 因為我們林董要我做的工作 我們似乎是因為老人家年紀比較大 所以有些趕不上的進度 所以林董今天做了 林總裁今天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處理 那麼剛剛也獲得債權人的同意 至於內容是什麼樣 我們起林董才跟大家說明 因為長時間以來 之前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是承諾了大概就10頁的部分 會處理這些問題 但因為碰哥的那個整個演藝失業 然後就也因為身體的關係 就是那個健康問題 還有就是之前的工作一直接不來 然後也到了一個年紀 所以真的有些事情是力不從心 那力不從心 就是趕不上所有的工作的進度 那趕不上 那以期這樣子 那每個月有些債務人就打來問 那我也覺得這樣子事情有點太煩了 那乾脆我 就今天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應該是在前幾天 把這個決定做一個徹底的解決 然後我們今天跟債權人 所有債權人協商 他們也同意 也都同意了 那同意之後 那這個 碰哥的債務 就一切有來協商的 全部都已經歸零了 就沒有在外面所說的欠什麼債 如果外面有在講的 那個都是一開始就不來跟我們協調的 那有協調的部分 我們就全部今天一次處理 就是所有的金額 我給他們 再給他們20% 那其他 其他就是用我的 之前我在幣況投資的股票 我轉換給他們 一些股錢 我就其他的 我都全額轉那個股錢給他們 所以就是他們也認同 那認同就是 也認同我們這家公司 認同幣況 那大家對於我們這樣子的決定 也非常有信心 也對公司非常有信心 那這樣值得處理 畢竟對他們來講 就是至少 我有東西在手上 那未來我也隱諾他們 如果公司在 你們覺得缺錢或怎麼樣 你要把股錢再轉讓回給我 我就是可以原價回購 大概今天的處理方式就是這樣子 那之前有協商的 就已經所有的債務都已經歸零了 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以上就是 有協商的都已經歸零了 那未來 如果還有一些風聲 說什麼 報告又欠他錢 那個 那個之前已經沒來協商 既然已經沒有要協商 我們就沒有再處理了 所以外面如果再有傳說 他還有債務沒有處理 其實這個就是 之前沒有來協商 我們就已經就放棄 他們就已經放棄這個權利了 那今天我們就把這個事情 做一個告一段落 我們也祝福碰個身體健康 那未來也沒有壓力了 做事情來可能會比較 比較輕鬆一點 也不用再對於任何的債務 要去解釋什麼 我希望各位媒體就是之後的 那個說還有什麼債務 我們這邊已經就是告一段落了 我本身也承諾了我要做的事情 我也承諾了做了給大家 那今天就是給大家一個見證 那也謝謝大家好不好